市场消息盛全 台积电将在12月初 举席美国亚利桑那州 第一座晶圆场完工典礼 包括美国现任总统拜登 准总统川普跟台积电创办人张周谋 和董事长魏哲嘉将共同出席 不过呢又有不同传言 包括呢台积电可能不会举行典礼 也传出将延期到川普就任的时候 好对此台积电发言管道 都没有证实这些传闻 感谢观看